当战争发生,如果所有人能互相合作,彼此救助,让军队专心击退敌人,台湾就能够得到保障。 只要年满18岁,就可以到附近警局加入民防大队,在台湾受到侵略时,帮忙引导大家躲避空袭,抢救敌人造成的重大灾害, 并在社会动乱慌张的时候和警察合作,维持治安,防止有人趁火打劫。 对维持社会秩序和运作提供重要帮助,你也可以参加民防推广团体的课程, 学习急救、搜救和应变战灾的能力,或是下载积极行动指南,了解相关资讯并开始准备。 当每个公民都有自助助人的能力,台湾就能更安全。 追踪卧槽,学习更多民防知识。